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半身是情侣状 这不很好吗 这什么话这是 我高兴 我乐意 对啊 春天到了 对对对 所以就讲下半身了 没错 有没有觉得就是春天来了 人的这个生理上有点蠢蠢欲动 你有这感觉吗 我觉得春天都快走了 现在都开始热了 都已经夏天了 快要穿短袖了 春天时间太短 我最近真是觉得 我觉得是不是跟春天有关系 有时候我走街上 就莫名其妙的有性冲动 你属猫的吧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冬天好像都不会 最近我老觉得 怎么也没看见礼爱 就是和腾一下就冲动 你是不是 也是不是在有人为你好 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 比如说为我们喝的水下了药呢 什么这是跟哪个新闻有关系 不是啊 我们那天不是还讲那个幼儿园 幼儿园 为了春药了 对 你是不是给人喂了春药了 我不晓得 您说你们这话题 我怎么个介入好呢 那还用人喂吗 他来就是啊 对 你爱这是镜头春药 对对对 好吧 这真是就是文道也是服装很有品味的 香港十大衣桌人士 你见到了吗 什么时候有这话 我评呢 就是我们今天本来要说什么话题来着 我一时没想起来 你又春脸运动了吗 这个新闻镜 就梁静 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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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就讲这些敏感的话题 嗯 但是在之前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啊 我要向一个一个的诗啊 致敬嗯 你知道他呢 去也不是刚刚去世 死了大概有一个多月 嗯 活了九十多岁 叫阿伦雷奈 嗯 嗯 法国这个新 他算新浪潮吗 早早 新浪潮 早早早于新浪潮 新浪潮的时候啊 那帮人呐导演呐 都小伙子 二十多岁 但他呢 四十几岁了 对 但他在那个时候拍了一部电影 所有新浪潮的这帮小伙子啊 都给惊着了 说这电影新纪元 嗯 这部电影呢 咱们在卡拉OK里现在经常看 嗯 叫广岛之恋 嗯 知道吗 广岛之恋 是 而且广岛之恋其实很早 广岛之恋是五十多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时候 应该是那时候的戏 对 然后后来当然去年在马伦巴 这就奠定了他的 我们叫去年在马里昂巴德 哦 你们这么叫是吧 对 那就奠定了他的整个影像上面 建立的那个权威 这个生命力啊 这种生机勃勃啊 是 老头像吃了春药 是 活到九十多岁 没错 这个创作力啊 前两年新片还得金雄啊 还是什么的 呃 反正还得奖 金 我忘了是哪一个 对对对 就是说到现在九十多岁的老人 年轻人看他的电影啊 还是非常前卫 嗯 就等于是这么一个艺术 一辈子拍电影的这么一个人 但你怎么今天才想着要悼念他呢 因为前段时间是还比较冷 最近暖和了 不是我老忘 我因为有老忘 所以我今天想起来 不要再忘记 因为其实是已经死了一个多月了 好像是是是是 我要为了表达对咱们的纪念 我就从咱们的网上又找着这个广岛之恋的一点小片段 好 表达我们对他的一个面怀 在广岛 你什么也没看到 没看到 看到了 都看到了 所以医院我也看到了 不会错的 广岛是有医院的 我怎么能避开不看呢 就是广岛之恋 刚才你们说这个的时候 我特别想插嘴说 我也看过这电影 但是我真是没有看过这电影 但是我听过这歌 我还会唱 但是就从这来的 所以说你看 他这个艺人跟一般人 他就不一样 对吧 人家说导演 就是电影导演是可以留下作品的 就是他的作品可以流传百事万事 流芳百事万事 但是比如说 如果像我们曾经有人说 像你这种做电视的 就是快削品 没错 你就过去了 你就过去了 没有人会记得你 我那时候好悲哀 绝对的 你哪怕是当年你选择做模特 说不定都会留下一个什么美名 就是当年红极一时的谁谁谁 美人 这个主持人 你就别做百事流芳的梦 因为主持人这种行业 你发现没有 他就像个太监 他不可能 你知道吗 不可能200年之后会有人缅怀 说那个主持人 你做什么贡献了 是啊那也有很多很出名的新闻节目主持人 到现在比如说大学里面学新闻史一定会学到 那不是我们俩说的主持人 那种人其实是记者 就像这个 新闻工作者 克朗凯特 他们其实是新闻记者做主播 他是那么一种 我是说像这种娱乐的 特别是我 他指我 就特别正确 你忘了我这么指的 俩 这种艺人 他就是当时取个乐 当然 艺人就还容易被人笑 所以为什么我就说到了这个 连这个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马航 结果马来西亚籍的艺人也遭了殃 当然我就必须说 某种 我今天跟李爱还说 我说这至少符合因果报应的客观规律 对吗 这什么就是因果 梁靖茹 对不对 那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的领导人需要提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不是也夸你了吗 习近平不就提到他们的时候 你也沾过这个罐 所以呢现在你马航不靠谱了呢 也就有人骂你 骂梁靖茹 不但是我觉得 就是像这些网友骂梁靖茹的 我觉得对梁靖茹不会有什么损害 我的感觉 因为有很多人会来 真的是 我觉得但凡逻辑清楚的人 都会说这网友怎么了 人家马航的事跟梁靖茹有什么关系 就是很多逻辑清楚的人 会帮梁靖茹说话 而且同时 因为梁靖茹在这个事情上 我不知道后续有没有 反正我至少我之前知道 他好像没有做任何的回应 这根本一做就傻 对 只得一说 对 反而会获得很多 就是你说同情也好 什么也好 反而我觉得对梁靖茹 不会有什么样的伤害 而且这种事 其实一方面我觉得是情绪反应 这些网友 就算骂他的网民们 也不一定是傻 他只是当下那一下 比如说最近 他可能非常痛恨马来西亚 是跟马来西亚有关的任何事情 所以一想到梁靖茹是马来西亚歌手 就骂他一嘴 但是你让他冷静一点 他也许都不会这么做 这跟反梁靖茹 就跟反日祸是一个道理 是 对不对 他是个情绪 谁叫你是符号呢 对 你是符号吗 所以我从来不太计较这种事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种情绪反应 他自己理性一点的时候 他都不会这么干 不会这么想 比如说像我们如果跟钓鱼 跟日本在钓鱼岛上闹得再僵一点 那他就很反日 什么看到日本的东西都不行 但是闹成习惯了 比如像现在波多野节衣 那么获得日本全年度最佳AV女优 我们这边的网民都是奔走相告 俄首称庆 波多野节衣是最佳女优吗 刚刚前阵子日本搬了一个年度 因为他们连AV都有搬奖礼的 他有点老了吧 都不得一看 我们今天等一下回去再研究一下 我我觉得演技不错 是吗 演技不错声音挺好 不对 你哪天我给你咱俩一块看看 好在我还知道这人是谁 然后我还就答应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 AV女优 我还是了解一两个人 我们主要也就是看演技 看眼睛吗 确定吗 不是看身体 对对对 先说回这个 说回梁静如 梁静如就是 但是还有一个事 还有一个艺人 牵涉到政治 他要说 那个你一看我现在有点混乱 波多野节衣 那是谁来的 杜文泽 他肯定也看波多野节衣 不一定 杜文泽 其实我对杜文泽这整个事件的起因 我有点不是特别了解 但因为我发现这个事件的时候 已经网上一片的抵制的声音了 就是说不让他来大陆拍戏 然后他最近都放了一些 他最近拍的要上的是些什么电影 大家一同去抵制他的电影 但之前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有点没搞清楚 他怎么就引起了这么大的愤怒 对我知道的就是后半截 说这个杜文泽还跟网友叫板呢 说你们有权不让我来大陆吗 对你们不可能 你们好多人都没有来 而且这里还出来了另一个 有矛盾的艺人叫什么 有吗 不是香港的一个艺人 好像是跟杜文泽有矛盾 好像是温兆伦 然后温兆伦也就跟着在这骂杜文泽 好像是有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但是你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跟着中间有点不是很清楚 源头其实还是为了台湾 那个反服务协议运动 因为杜文泽呢 是一开始发表一些言论 就支持台湾占领立法院 跟行政院的学生 那但这件事呢 因为在大陆呢 我觉得整个讨论里面呢 资料散布的不是很全面 很客观很清晰 所以很多大陆网民呢 他对整件事情的理解 就变得很简单 就觉得反服务是干嘛呢 就是反对跟大陆加强合作 那所以反服务的这帮学生们呢 一定都是绿营的 绿营呢就是台独 所以他们必然是坏蛋 那既然是坏蛋干的时候 你去支持坏蛋 那你不就也就跟着很坏了吗 所以大致的逻辑是这样 但其实比如说 其实除了杜文泽 还有几个人呢 吴岳天 还有很多的台湾艺人 包括最近蔡康勇都被人骂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表态支持 这帮学生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 有一个环境要考虑 就是在台湾今天是 学生是天资交纸 搞运动的时候 任何学生出来参与街头运动 很少有公开 公众人物会说反对的 大部分人都会同情 或者应该支持 应该赞在学生 我有一个疑问 那为什么好像只有 比如说我看到的 我并没有看见蔡康勇 五月天可能也有被骂 但是我觉得我看到的 好像更多的是杜文泽被骂 这个事搞得更大 因为杜文泽 这个问题很好 咱们广告之后再说它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就牵涉到刚才我们讲 你该不该回应 该怎么回应的问题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像我举例 五月天也被骂 五月天因为他在脸书上面 说支持台湾的同学们 他学弟学妹 很多是他学弟学妹 阿信他们几个学弟 在里面占据着 他说我支持我的同学 我的学弟学妹 那他们也被骂 但是问题是呢 他们回应的方式比较温和 就说我们这件事 其实跟什么蓝和绿和眉关 我们谈的是这个条文本身 是不是有问题 不是说跟大陆是什么关系 这么简单 我懂了 你懂了吧 因为杜文泽的回应 带着大量的情 强烈的情绪 我看见他那个脸 他那个脸书上还是哪里 他把骂他的那个 他说这是90号的网友们 把那个他的那个头像 就是网友的头像 都给贴了出来 贴了就反正贴满了格 然后意思于说 你们就是这些人 什么没有理性 什么没有理智 大概是这样 就你一看他的整个博文 是他自己也很大的情绪 反正因为我在网上 也被骂过 然后我也有经历过 这样子的这个过程 就一开始的时候 你会觉得 就比如说有网友来骂你 你有一种试图 让他改变他的想法 因为觉得 可能是不是误会 我并没有你说的这样 我试图的想要改变 他们的想法 说我不是你想的这么糟糕的 你总想为自己解释 后来你想 你这么干好傻 是因为有些人不喜欢你 他就是单纯的不喜欢你 他是先不喜欢你了 然后再找了其他的理由 来佐证 说我是很理智的 不喜欢你 如果你是想去扳倒 他那些 他所提出的那些理由的话 那其实是扳倒不了 因为他还会再想出 其他的理由不喜欢你 反正最终 他就是不喜欢你 你就没有必要去跟不喜欢你的人去解释这件事情 而且有时候这东西是网上的东西 任何人的情绪都像是一阵一阵的 他不一定是一直不喜欢你 他可能就是今天我很深离爱的气 就骂你一顿 但是也许过了几天他就忘了 这种事很常见 对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事情呢 你最好的方法就是别管他 那么杜文哲呢 我觉得这件事最妙的事 这明明是台湾的事 台湾艺人为了这件事站出来表态 结果台湾艺人没怎么挨骂 莫名其妙一个香港艺人 一个香港人跑出来要说了话 这就是因为他的回应方法 就像你刚才讲 结果变成他是这一大圈台港艺人里面 第一个站出来 摆明着要跟你们网民挑 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跟你说我后来的就是总结经验 就是你要不不回应 不要回应他们 如果你一定要心平气和 就是你不能有情绪 就是你相当于如果说 就像你刚才说的杜文哲现在说 要感觉好像是要跟网民有 要有一场这个战争 论战的话 如果但凡你抱着这样的想法的话 那你就得心平气和 因为但凡带了情绪的人 是一定会输掉的 就是你发现没有 反正不管辩论赛也好 反正比赛也好 包括所有的竞技类的比赛也好 只要你情绪上来 你那种什么愤怒也好 干嘛也好 你一步不平静 你就一定输 这就跟那个男女关系一样 你认真你就输了 就这个认真啊 他还不是 就是所谓就是说 你那种那种负面的情绪 就是我生你气 我愤怒 这都叫负面情绪 但凡这负面情绪一有 你就一定会输了这场比赛 如果你把这个当成比赛的话 要不就不要管他 你就不要跟他们比嘛 如果你要比的话 你就千万不能带情绪 而且很多时候 比如说你要跟他们讨论 就比如跟不喜欢你的人 讨论这个事情的话 你是不能够就怎么说呢 你不要试图去 就是让不喜欢你的人 重新喜欢你 最起码在那个时候 但是你会让更多人看见 是 我有一个 我对这种 你们这种人呢 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跟你不认识的人 甚至面都没见过的人聊天呢 这是我可能有点老土啊 对对 我一直弄不清这当前网络时代 这个问题 你都不认识他呀 你在大街上 你会跟大街上随便一个人 就咱俩聊聊吗 你对我这人怎么看 我不同意你的意见 你 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没有因为他跑到 就相当于你开一个微博 这些网友相当于跑到你 就是你而且是个公开的 就像比如说 就像你的家 你是已经是可以公开 大家来参观的一个这样的地方 他跑到你的地盘来 跟你说两句话 就是这种感觉 比如说像总统府不是公开的 是给大家来参观的吗 所有人都可以去吗 然后所有人都可以递意见吗 那有些总统不是显示清明 还给回信呢 那不就是一回事吗 那问题你们家是总统府吗 不是 但是我既然开了一个这样的微博 我开了就证明是 我有一个这样的公共空间 给大家过来 大家可以来说自己的意见 表达自己的看法 那我偶尔也会跟他们交流意见 这不就一回事 因为你看我们俩老土了 我们俩都没开这种东西 于是就会有一个永恒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开这么一个公共空间 让他们进来说呢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学习很多 你们俩不要用这样子 我等着你说 你告诉我们 你也教育了 我们也学习 对 我觉得比如说学习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 就是比如说不带齐 不带齐 就是更加好的表达自己的意见 或者是理解更多人类的思维模式和方法 比如说以前没有上网的时候 你不知道原来人是有这么多的种类 然后想法有这么多丰富 对 讲不通的 如果我真抱有这个目的 我也不用开 我到你那去看就行了 我看看这些个明星的这些微博 后边这些跟帖 我不就了解了吗 就学习了 后边非我打开你们来看看 但是这样子的话也可以直接的了解一下 大家对我的看法和想法 大家的一些直观的印象 什么的 我觉得也对自摸的修正有办法 那你以为大家会夸你吗 不是 你这也有 中国有句古话不叫做什么 兼听责民吗 兼听责案 是这么说吧 是 对吧 但是呢 就是这种感觉吗 我这也觉得快容的想法 我也会同意 但是问题是我想讲的就是 兼听责民没错 可是问题是 微博或者所有这种网络的社交工具 它有一个先天的一个结构的一个 一个条件会让它变成什么样的 就是它一定是情绪先行 你比如说 我们看微博微信上头 有人说 我今天看到李爱在街上好高兴 我看到他蹲在街上干嘛呢 然后拍一张照片 他可能很喜欢你 他对你感觉很好 他看着你蹲在大街上 他就拍一张照 他逆刹那 他没有想到 你是为了什么事蹲下来 也许不太雅观 这么看起来 他拍了照 没想到这个照片 其实会对你造成伤害 或者侵犯你的私隐 但是他是情绪主导 他东西已经发出去了 同样的在网络上的骂战 也是因为 他是情绪带动手指 而手指比大脑还快 所以像杜文泽 跟网友们的骂战 有时候 大家冷 就像刚才我说骂梁静如 你冷静想一想 大家都知道不通的 但是那一刹那 他根本来不及想通 他情绪先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假如网络媒体上面 很多言论都是情绪主导 那么听很多这种言论 我不一定觉得我会很明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我对这种工具 我有保留的原因不只是因为我不想让我家变总统府 而且还是因为我对任何很情绪化的东西 我都有一种本能的抗拒感 我喜欢看 只要他别针对我 所以我就看你的 我自己不开 看他们怎么骂明星 越看越开心 情情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那天看见一个网上的一个什么人 写的有点道理 他就说为什么你不能当真 他就是说 好比说你一个人 你写日记 你记得吗 假如你有写日记的习惯 你去看你的日记 你的日记 很多时候 你这个日记 你哪天也去骂 今天梁文道 我恨死他了 对吧 但是根据你今天这个日记 不能得出结论 你是恨梁文道的 对吧 也许你还是跟他好朋友 对吗 或者你今天日记里 痛骂某个人 恨哪个人 这就是你当天的日记 但是没有人会把这个日记公开的 对啊 公开就是你的看法 而且你想想看 每个小孩小时候都说 我最讨厌妈妈了 我恨死爸爸了 没错 因为这个日记 它就是记录你当时的心情 是你的一个宣泄的一个 或者淫乐 不一个一银的 一银的 一银的一个渠道 对吗 在你就写 你不得也接一啊 我好喜欢你啊 是吧 但是不能认为 你就是这样一个人 但是他 所以你不能把微博当日记啊 不 他的心态 类似 他又没有名 你知道吗 他隐医了自己的名字 对他来说 就是一种私人书写 想写什么就写 对他是个没小时的日记 对啊 不高兴是 骂一句两整个人 就骂骂一句 他反映是这一刹那的情绪 他不一定深思熟虑 我觉得啊 不完全正确的原因是 很多人觉得那些人 都不是用自己的本名 在发表言论 然后在骂别人或怎么样 可能他就不会去具有那种 所谓的名誉感 不是的 你试试看 你就算攻击他那个 那个匿名的那个昵称 他也会怒到 他也会生气 他也会 他觉得你就是在骂他 他不是说 那就是像笔名嘛 对 他把他当成笔名嘛 所以他也具备那种荣誉感的 当然我 因为我的微博粉丝 还是有一定量的 所以我不会把他当日记 就我的感觉就是 我时时刻刻记得 我在微博上写的东西 就相当于 我拿了一个麦克风 我的声音比较大 因为我收看我的这个微博 就叫关注我的微博的人 比较多 我得时时刻刻记得 我是拿这个麦克风 在说话的 那别人就算在下面 留言也好 转发也好 他只要他的粉丝量 不是很大 就比较小的情况下 他都相当于在我耳边耳语 别人是听不见的 如果你把 比如说他的情绪 是糟糕的给你 如果你再化成一个大的情绪 传递出去 他只会记得你的情绪 不会记得他给你的东西 对 而且那个东西是抹不掉的 对 所有上了网的东西 它是终身的 对 人家会截屏会干嘛 我因此吃过不少亏 不过当然当然了 骂着骂着就有习惯了 心理素质很好 所以他这东西 现在有个概念 叫自媒体 是 他这也其实就是 你的一种媒体 对吧 实际对他也有很多 接下来为您播出 文明启示录 我恨死妈妈了 以前我们说一句话就没了 他现在这句话 跟他一辈子 对